我爸爸是这样的 我爸爸是 应该准确的说 我爸爸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一个天才 他 从小就非常努力 凭着他的天资和努力 就进入了当时非常文明全国的一个中学 叫诸咒高中 他在中学期间 他就写了很多文章 今天我们在网上还能查到的 有一篇是1936年 在南京的一个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题为如何改变今日中国美术自我见 你想那么年轻 新生活新文化运动啊 对对然后呢他38年 进入在湖南园林进入 那个国立遗传就是刚才您讲的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就是林凤明的那张照片 就是林凤明跟很多学生在一块的一张照片 那是哪一年 1938年 我父亲刚进去 林凤明当时由于和教育部的一些官员和校内 就是国立遗传的有某些人之间的意见不同 他提出了辞职就离开了学校 所以有我父亲和一部分 那个林凌是湖南凌凌吗 对 就是你应该比较熟悉的 对啊 00凌凌当上学校是搬着那边去了 对 在抗战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在那个园林停下来 搬学了一段时间 我父亲是那个时候靠路 然后我父亲跟这批同学在西别 就是你的语言叫西别 在送林凤明离开的时候 那段场面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林凤明还当场写下了《为艺术在》 这四个字 然后这一次的分离呢 林凤明跟我 或许他也比较看重我爸爸 跟我爸爸还做了一番长谈 那么我父亲呢 就铭记了他的那个 那个临别的时候的一段 一段那个祝福了 所以他非常非常努力 在国立遗传期间 由于他的努力 由于他的天分 就得到了当时在学校的一个老师 叫李建成 也是中国水彩画之父的青睐 成为他最得意的一个门生 我父亲呢 他的水彩画 当时的话 你把名字给我们讲一下看我们的导播能不能找到 李建成 墓子李 剑是那个我们挥舞剑的剑 OK 成是找成的成 你原谅我们对艺术不太懂啊 名字太多 李建成 李建成 我的父亲呢 由于当时在同学当中 他的艺术才华 果人嘛 所以当时很多学生都喜欢他的画画的风格 很多学生都领摸我父亲的那个画画的技巧和风格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本来都不知道 这段话呢 还是从我妈妈的好友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徐建白 他在十年前 知道我父亲要准备出本画册 对就是这张画 还专门寄了这张画给我们家 说这是他学生时期 领摸我父亲的画风 画的创作的作品 就是你就可以想象出我们我父亲在学校的时候 在同学当中是非常的优秀 然后他一毕业42年就有两张作品被当时在重庆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展录选 而当时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秦玄甫 还专门在新竹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 王廷青和董细文将成为今后最有出息的青年画家 我父亲那个时候就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好评 1943年我父亲被录取了作为中国当时是第一个也是后来也是唯一的一个公派生到美国读书时候 为了有更充足的资金 他在重庆的父子池吧 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 那不是很年轻吗 对那是很年轻 刚学校毕业还本没有几年 林丰棉还特地感到了这个他的画展 而且在我父亲的画展里非常仔细的一章一章的看 然后呢他在1943年的3月在中央日报刊登了谈王廷青水彩画的文章 因为大家都知道林丰棉他一生著作并不多 水彩画当中他就高度的评价了 凭借我的父亲的在水彩上面的一些成就 然后在那场那次的展览 我父亲的开幕式上 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和当时美国驻中俄国的大使司徒雷登也参加了这个开幕式 并在开幕式上也做了讲话 更感动的是他们两人也都买了我父亲的画 收藏了我父亲的画 我父亲 在那次的那个展览举办得非常成功 他的这个展览当中的作品画作基本都被卖完 所以我父亲在出国前 他的水彩已经在中国有了相当的影响 然后等到他回来了以后 到上海美专区做教授做系主任的时候 他就开始步入到他的创作的高峰期 尤其是中国新中国建立了以后 五一年他的作品就先后被全国美展展出 他的中山公园也好 他的野鸡也好 这些作品都在当时的那个被相继的先后的出版 然后呢 我印象更深的一点就是刘海树 在他的文章当中 他有一篇文章叫 《论水彩化演变和发展》这篇文章当中 赞誉了我父亲 说我父亲值着探索和务实的精神 开创了中国水彩化的新纪元 我想刘海树能够在文章当中 对我父亲有这样的一个评价 我们可以想象我父亲当时在水彩方面的造就 是相当的有一定的高度 然后我父亲呢 由于他的艺术的影响力 在当时在中国已经越来越高的时候 上海好像是1951年了 上海成立美术家协会 五个主任委员会之一 1955年 中国呢 就请到苏联请了一个专家叫马克西莫夫 到北京举办了一个马克西莫夫的一个游训班 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班 但是这个班当时听起来像一个学习班 但是这个学习班后来影响了中国的一代艺术 中国后来就基本上就进入了社会现实主义 就是那个班起了一个极大的作用 当时呢 当时呢上海呢就派了两个人 一个呢是鱼音介 也是我父亲的同乡 我长州五金呢 去穿加了这个学习班 我父亲呢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呢就作为一个旁厅 去了北京 穿加了这个马克西莫夫 那个游训班 五六年呢 他又作为上海的代表 上海每个主要的城市就派一个代表 北京 比如说北京就派了董西文 上海呢就派了我父亲王廷津 去穿加了全国油画教育座谈会 是当时也是请了苏联专家来主持的 所以通过我刚才的这样简单的描述 你就可以想象我父亲 在艺术上的才华 他真是就像我前面讲的 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一个天才 很可惜五千年由于政治的风暴 把他打入低谷 从事以后他还 但是你忘了我刚才问的问题 就是您的爸爸怎么取上你妈妈的 这个是比较 比较关心趣 这个话题 我父亲呢当时呢 刚毕业 我妈妈呢就考进了学校 我不是很清楚的知道那个细节 但是我知道当时我父亲有个同学 不知道跟我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个论识 他就看因为我母亲那时候 在同学当中算长得比较比较好的 就介绍了我父亲 因为我父亲当时也是我前面介绍过 也是所有同学当中毕业了以后 最有出息的做一个专科生 能够到中央大学去教本科生 所以呢 也是个非常优秀的 也是个非常优秀的 是我妈妈一进学校就通过这样的介绍就认识了我父亲 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是否满意 就这么介绍了就是您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你爸爸很有名 然后呢你妈妈又很漂亮 然后就嫁给了一个 还没嫁 就开始谈恋爱了 对对 但是谈恋爱你爸爸不是后来考上了这个 刘美公判生吗 那个时候是1944年是几年 1943年 吴冠忠是1946年是吧 我父亲是43年 考录 但是他 按道理是43年就应该到美国去 由于当时的那个抗战争还没结束 你根本就不敢坐飞机起飞 成不了行 他几次要成行都被通知飞机被取消 没法起飞 到40年 他不能再等了 所以呢 他就 做船 到印度的孟迈 然后再通过那里 在 那个到欧洲再这样斗一圈到 到美国 路上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很不容易的那时候要离开中国 但是公判生是不是公家出钱了 公家 可能会有一定的 资助但主要还是靠自己 所以我父亲为什么在出国前 举办了两个展览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展览 他在 43年的10月份 在中苏友好协会又举办了他的 随风化战 你爸爸在美国待了多少年 我父亲呢 在美国待了 两年多 两年多 我前面也提到的 我前面也提到的 实际上 他当时 原计划是没有 想 回来的 这个计划 当时我母亲也是 已经做好了出国的准备 但是 由于 那个时候 人都比较年轻 都有了 那个爱国的热情 尤其是 抗战争刚结束 大家都有一种 想 报国的那种 那种 热血沸腾的那种指向 再加上 刘海树 谢海燕的 申请邀请 他就一览的离开了美国 回到了中国 当时而且给他 很好的一个职务 让他 做那个系主任 做教授 作为 这样的年纪 能够一回来就做教授 做系主任 是很少的 那你们跟家跟刘海树 也是应该很熟了 对 因为刘海树 是校长嘛 再加上又是同乡 我们家 在57年以前 每年的 过年过节 一定要到他家去拜年的 一定要去他拜年 我姐姐呢 跟我父亲去的最多 除了 去拜年以外呢 刘海树有个小女儿 叫刘善 现在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他跟我姐姐是童年的 都是 一样大 所以他们两个很玩得起来 那刘树 刘海树 那我就乱问了啊 刘海树在 九十年代初期 来过美国 您知道吗 哦那个时候 对的 我的所有的经历都在学习工作要拿绿卡 办身份 那时候我又 已经有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整个经历都是为生存 所以当时不管这个事情 不太了解 那个时候已经根本没有尽力去 跟 就是你讲的这些 OK 那我讲啊 因为我一些朋友 正好在那个时候 他是在路上街嘛 接触一下时间 但是 刘海树在美国的 在中国的这个艺术界的地位啊 也是 由于他的争议性很强 所以他的知名度特别大 有时候你搞学术就知道嘛 对吧 你要 严肃认真的搞学术 在 美国啊 我们经常必须我们做节目就知道 有些若被讲的得主 他们去演讲或者是 做什么视频节目没几个人看的 但是如果你制造了一个什么事件 或者是别人 揭露你一个什么事情 你就一下子有名 而刘海树像我们这种对医术不懂的人就知道 他跟徐北恒的恩恩欲悦 那么他的什么炉体化风波 那这个事情 在你的记忆中间有没有存在一些记忆啊 必须他跟徐北恒到底争吵什么东西啊 你怎么看着他们的争论呢 是这样的 徐北恒呢 跟 就我个人来讲 可能 尽管我父亲跟徐北恒的关系也很好 但是我在 就我个人的 受的影响比较多的是 从 很自然的 哎呀你回避了我的一些我最想了解的八卦故事 我真的不是太了解 也 不是因为 我尽管网上看了很多 有时候跟他的女儿一起吃饭啊我们甚至有时候一块出去搞活动 住在一起但是 我们 当然听说一些但是这些东西都 怎么说呢因为我只能听到一方面的 那你刚才讲的这些艺术大师们啊一个一个当我们都实为大师 但是我们作为做这个节目吧总是希望 听听他们的比较有趣的故事 你别都是正能量都是主线力 比如说这些大师你觉得哪个大师你觉得 有一点名不及时啊就是私底下有一点怎么样 因为搞艺术的人吧整是这个 有一点八卦故事的嘛 可能 哎呀 我真的做过 做过一段时间老师啊 总是 就像你讲的就是 正面的东西说了可能会多一点 那我就 在记忆当中说几件事情当然可能也比较正能量 我们每一次提到 这些大师 的名字 现在很多人都称他大师啊 我也就 顺着这个来说实际上 我们从小我从来没有教过 教务观众教明信员 我从来不敢这样 叫名字的那个是在我们的家教是不允许的 不能叫名字 我都是叫叔叔 白白的 从小到的 从来 没有 持乎 持乎大名的 这些 我们现在叫大师的 也就是说如雷灌碍的这些 大师们 在 真实的生活当中 他们实际上 是非常非常的平凡 普世 乌华 对人非常 慈祥 亲切 一点 一点 都没有 我们 观众 想象当中的那种 高达的 约 在上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们 他们 他们在 他们身上 你永远会感受到 一种 生死的风度 那种 贵族的气息 而这些气息 在今天 我们的 很多艺术家 想去模仿 都模仿不到 更不要说 复制 这样的气质 因为他们的 知识 不是 我们 一般意义上的 叠加 而是在心灵当中的 一种 从化 从化到他们的 气质当中去 所以这些 有的 艺术家 在我们 平时的生活当中 他是 那么的 可爱 那么的 和蔼可亲的 是吗 这样的一批 就是大家很尊俊的 艺术家 那我讲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谈谈 就是艺术家 要具备乐情 78年的 11月底 我当时作为 余无声处的 化学余无声处的 一个成员 到北京去演出 我顺便呢 就去看望 吴冠仲叔叔 又到了他家 当时 到他家的时候 正好 也碰到了 另外一个 艺术家 也是 最近我想 不要搞错 再确认一下 就是 丁少光 先生 当时他正好在北京 人民 大会堂 好像在搞一个 壁画的创作 他呢 那个时候 生活在 云南 在云南 在云南做了大量的 那个协生 所以他拿了 两大卷 这个在云南 做的协生 划的那个白秒 到了吴冠仲家 到了吴冠仲家 去请吴冠仲 帮他 支点 我去的时候呢 就看到吴冠仲 大量的 直接 就 浮在地上 弯曲着这个身体 在 一笔一划的 再跟他 交流 再给他进行指导 这个场面 真的很感恩 你看 一个 艺术家 对 这个艺术是那么的 投入 哪怕到中午 我们去他弄堂后面的 一个叫北京烤肉店 去用 午餐的时候 整个 吃饭的过程当中 也是不停的在 谈艺术 一直到 下午 因为晚上要演出嘛 我要 我要离开 他家 他 就是 我这种就是 那一代 的人 会有这样的这种 礼仪 他一定要送我出 弄堂口 而不是像现在就是 就结束了 送我出来 在送我出来的路上 他还跟我说 你回去 告诉你妈妈 一个好消息 我明年春天 将评为 将被评为 副教授 你想 这样一个 杰出的艺术家 他们这一代 太多人包括他 包括他的同学 也是我父亲的同学 敏锡文 一辈子在教育 单位上 做到退休 吴冠宗 还有幸的那个时候能被 评上副教授 敏锡文 直到他退休 都没有评上 副教授 不像今天 像 我们 就关我们学院关我们学校那个教授 副教授那是 哎呀 不是教授副教授都是博导 对对对对 那就不用说还创造了博导创造了 什么导 国务院今天 对对对 享受国务院今天的教授 对那 太多名头了 就是 就是 我想 这个艺术家对 艺术的那份 自乐的 热情 现在照片上提到了那个敏锡文 也是我父亲的同学 他也是 尤其是我父亲 去世以后他 一丝 一副 他不仅在 艺术上给了我 太多的指导和帮助 在生活上 因为我父亲去世以后他就好像有这种 责任感似的 给予我 很多很多帮助 真的很感恩 这样的一位 杰出的 艺术家 在上海的艺术界当中应该说是最受尊重的一个艺术家 他 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在上海 的海派艺术家当中 称为他是形于色的思想家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 第一 他一生 坚守 后期印象派 他在不管在任何的时候 他都坚持 那个话 后期印象派的话 尤其是 那些观点 那些观点 我要说他 谈到 闽西文 他 谈到是什么呢 就是内在 人的 送一本 我的画册 给他 也是让他高兴一下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将近95岁了 离他去是没有多久 就在 他收到我这本画册的时候他特别高兴 他看到了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在艺术上的一些成长 他给我很高的一个评价 他当时已经画不动油画了 他只能拿那个油画棒画一些小小的 那些油画棒的 像连框画这样大小的尺寸的画 他就送了一本就是用的一本小年历 他画了15分钟时间就写下十几个字 他写下了我已经90多岁了 我一生画画 画不好 大奏学底画得好 太感人了 你想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在他生命 走到最后的这个阶段 他还是保持了他那种 低调 谦虚 在这种 非常得体的 风度气质 然后我再说一个就是 严文良 这是 明希文 他写的字 他写的字 为什么他会写这么一个字呢 就是我父亲 在19 不是2013年 举办 他们的家乡 上海续剧学院帮他举办那个 个人画展的时候 他要出本画册嘛 当时定下来 这本画册的主编是 他的同 同班同学 吴冠中和明希文 但是出版社在出版前 突然 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说作为主编 他一定要给一个授权 那我跟他讲这个 很难做到 第一个 吴冠中 是2010年就去世了 我怎么叫他写 这封授权书 他说 哎呦这个事情很难办 因为国内没有这样的手续 第二个呢 明希文 明希文那时候已经离他去 是没有 多少天了 我就跟明叔叔提了这样的要求 你看他这封东西 你就可以看得出 他是真是用生命 写出来 最后的这几个 这几个字 真的 非常感恩 这种大事的故事啊 在未来的节目中间 我还要继续给你请教 但是你再回去回忆一下 看他们有没有比较搞笑的故事 你这个回忆都太正能量了 但是我很严肃的讲 非常严肃的讲 就是您刚才讲到了 他们这一大事 是模仿不过来的 是扶植不了的 你这句话他中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代人就都没希望了 那我先不讲我们有没有希望 而是他们这一代大事的风骨也好 他们的 个人体制也好 是怎么形成的 你能不能简单讲一下这个 实际上我 当然这个也需要一个时代了 时代找英雄 我这样回答你可能 更准确点 可能不是很证明 但实际上也证明了回答了你一个问题 我记得好像是 2001年 我有一次回国 跟我的 的一个 也是个朋友吧 你也可能知道的叫陈叶飞 我们 在 上海的一个叫建国饭店的一楼 一个咖啡厅 我们两人 在喝咖啡的时候 陈叶飞就提到了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 他认为我们这一代是出不了大事的 不可能出大事 所以 他就说 因为出不了大事 这是他的原话 他 要把各种 和艺术相关的东西 都玩一遍 包括电影 模特 等等 我们知道的 就是 现在很多人成为 大艺术 这么一个观点 但是呢 我 非常赞同他这个观点 因为 要出大事 他需要 需要具备很多很多条件 他的意思他也不承认自己会什么大师 因为陈叶飞 活在现在肯定被别人称为大师了 对不对 我认为这个 他这个说话是 很客观的 游戏人生 就什么都玩一下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解开了一个名 因为有的人批评陈叶飞说 陈叶飞你也玩的太多了 今天玩这个明天玩那个你就想玩名声 有的人批评陈叶飞呀 你知道吧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想 陈叶飞的刚才那段原话 应该 回应了这些 各种人对他的那个 回应 这个也解开了我一个问题 因为我的话 因为他有他的一套说字 我是第1次听到 那非常感谢 这是对他亲口 跟我们两个面 就像这样面对面的 聊起 今天这句话很有 非常有价值 而且你前面讲的 这个 扶制啊这个模仿啊 模仿不过来 因为 我们之所以用大师这个名字啊 用到吴冠宗、赵武记啊 这些人身上大家都没有争议 对吧 但是我们之所以 今天讲这个大师实际上已经具有一种讽刺的味道了 就是现在有太多活在人间的大师了 嗯 大师不大师这个不是自己 称自己大师就能成为大师的 因为这个大师 也好 也好 说实在的我很反感这个 这个称呼 大师 包括 我前面也不太 可能有 我想礼貌 的 称呼你何老师 本来我对这个老师这个两个单词 是很尊重的 现在好像这个老师能都可以称呼 当然我称呼你还是 你可以进 你可以进 我又听到别人叫我老师我有点讽刺的味道 哈哈哈 对但是现在老师成为一个 就是像 我们 年轻时候 称童子这样的一种 称呼 叫师父样的 对对对 也可以这样说 本来啊我今天的这个节目还要请教更多的大师故事 尤其我本来要请教您 您怎么要走上这个现在这段道路 基于 父亲付出了这么的代价 那为什么就 后来还是走上艺术 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长了 一个多小时啊 听人家的要你谈艺术啊这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今天所涉及的这些 艺术家 他们的人生的故事 尤其你讲到吴冠宗 这个先生 趴在地上 跟一个 年轻人在指点 尤其是 送你到这个 这个 礼堂考 对吧 这个东西我突然脑子里闪一念 我十几岁的时候去北京 公主坟 建一个老领导啊 那么可能跟我们家里有一点什么亲戚关系什么东西啊 人家是老人家了 在楼上啊在什么地方就送我一直很远 到公共记者站 当时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但是你今天这么一讲我突然就想起来 那个时代的老人 可能就真是有一种 这种特质 那么我记得黄仁宇先生在纽约是一个 不是纽约 纽约没有那么大的名声 在全世界的中文 环境里面 大家都知道黄仁宇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 有一次我在曼罕顿见面 原来我迟到了 他在记得上等我等了半天 要不断的向我道歉 使我今天讲起来我汉道有点出来了 那一队人他们的 这种特质是我们这一队人好像 学不来的 他们是很自然很自然的表达出来的 那些 教授那些名人我见他们面对的时候都是非常谦和 对我还可以给你讲一个很短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 言文良 这个也是大家 颅类观的一个 泰斗机的 一个 中国 绘画历史上的一个顶级任务 我在出国前 当时 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英文还 不够到位的 就看到他有 这个申请表格上有这么一个要求 要有三个 professor的 recommendation来的 就是推荐信 当时 你知道 在 上海 的艺术界当中 我就在想 要professor professor不是教授吗 对 当时 美术界有几个教授 没有几个教授 所以 我就想了想就刘海树 言文良 谢海 还在南京 就没有几个 就 请他们 帮我写推荐信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次 就是 跟着那个 庄宝华我父亲的一个学生 上海美专学生 一到一块到 言文良 言文良家中 去 请他帮我写推荐信 言文良 写好推荐信 签好名 我们反正 走来聊聊 看看他的话 等等这些 以后我们 我就离开了 当我把自行车架已经放下 推着要走的时候 言文良那个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 他 小步的赶过来拉住了我的自行车 我说 言伯伯干嘛 他说我忘了一件事 我还忘了盖装 我说美国人 不在乎盖装了 就不用 不用了 他说不行不行 一定要盖装 我再跟他回到 他的客厅 他的 在他的那个壁楼上面 有 放了一个小小的 他的一个图章 然后他 非常认真的在我的推荐信上 盖下了 这个 这个我今天都留 还保留了 多余的几分 我不知道导播有时间 可以 放吗 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份资料 你就可以看得出 内带的人 做事是 多么的严谨 真的 这一代人的这些 未能 做事 我们这一代人是真的 学不到 也学不好 更学不来的一件事情 他们这个 都是 在他们的 一举一动 他的这个举止 都是 无处 触不散 散发出那种 生死的 风度 但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已经讲 讲到够多了 不好意思 这么长 本来可以减着很多集 但是我为了奉献给我们的观众 看能不能是 做成 一次就奉献给大家 不好意思 内带 能 真的 值得尊重 值得尊敬 永远 下一次我在节目中间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比较亲身和随意的 那么下一次 所以我们的穿上了很多的故事 有时候我同意听出来了 我觉得有趣 来问这个问题 有时候观众就会很生气 你为什么 听他讲完了 但是我们的节目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戏剧性 对吧 需要的穿上这些故事 所以有时候 您可能没有机会完整的表达 很抱歉 那么下一次我就想 除了这些大师们继续的这个故事 你可以穿上在其中 我还想了解您个人是怎么回事 您个人的这个故事 跟我所认识的一些画家 走的道路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因为很多画家 在中国 拿了一个文凭读了一个学位 就可以了 就可以 可以搞画展 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了 对吧 而您呢就是在美国走了一条另外的一个道路 这就是 为什么在标题里面讲是 艺术商业和教育 对吧 你又挣了钱 又成为了艺术家 后来还创办了中国的 这个 设计学院 对吧 所以这些今天我们下一期是变成我们第三期了 可以吗 非常感谢 感谢 感谢大家 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 都保护了 大小�